等 等凡哥要来一起吃 赶紧吃 没事 我等凡哥 等凡哥来了一起吃 他还没有接 没接电话 煮着啥 整几间没煮鸡肉 煮了一块 煮了一块 新鲜肉 然后加的羊肚菌 加的羊肚菌 那边不热吗 今天大太阳有点热 我们这边前天的话 我们还要穿大棉袄呢 前天的话都还需要穿大棉袄 治愈风景 这风景治愈吗 中午好 三十五度吗 我们这现在是有点凉快的 可能二十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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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度 我没有看 欢迎搁结吗 欢迎欢迎 蔡老板好 欢迎叔叔阿姨搁结吗 看一下 欢迎大家 那个天气的那个不知道去哪里了 天气 记一下记一下记一下 谢谢谢谢 凡哥呢 我还没有吃哈 凡哥没来 凡哥 可能我真的错了 也不是可能 我就是错了 我就是错了 凡哥应该是生气了 凡哥应该是生气了 哥姐们 你们昨天晚上 有没有看到我们直播的 有没有昨天晚上 看我们直播了的哥姐姐 等了我好久吗 信号我昨天也看了 看到了是不是 有 有 都有是不是 有昨天有看 昨晚上有看我们直播的 打个有 我看看 就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 有我看看 我看看 昨晚到底有多少人 看我们直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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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昨晚我真的过分了 是不是 昨晚我真的过分了 是不是 那你们是不是看得出来 凡哥生气了 你们昨晚看我直播的 凡 是不是能看得出来凡哥生气了 凡哥是不是生气了 哥姐妹 我太凶了 反正都怕我了是吗 那哥姐妹我今天该怎么办 他不接电话了 应该没有生气吗 太强势了吗 那我今天应该怎么办吗 昨晚打他电话打了两个 两个都给我挂了 直接给我挂了 然后呢 给我发了个微信过来 然后说 说他到了 然后到今天也没有那个 我有的时候太凶是不是 打电话道歉吗 要打电话吗 可是哥哥姐姐们 我打电话他不接呀 我打电话他不接了呀 我要下去找他吗 我还给他包了羊肚筋汤 我还给他包了羊肚筋汤 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要血温柔是不是 哥姐们你们说稍微温柔都还好 你们让我撒娇 我真的很难很不会知道吗 多打几次 臭梅哭脸的干嘛 亲目哥 亲目哥哥还是姐姐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哥姐们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没有错 错了吗 错了吗 是错了 我错得很离谱是不是 是不是我错得很离谱 以至于让凡哥 要生气 电话不接 然后生气直接关直播 直接就走掉 而且你们都看到的 哥姐们如果是剧本 我都是小狗 真的 我都不是人 你们都看到了的 我们还在卖货 还在带货的 他直接就把直播关了 很多哥哥姐姐都还在问那个东西 怎么吃怎么吃 他直接就给关了的 一凡哥的性格 不该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哥姐们 错了是不是 小雪导致我敏感 我这样说人家 人家肯定生气 可是哥哥姐姐们 我昨天晚上到 说了什么呀 我觉得我也没有说错什么 只不过说 我就是比较急躁一点 然后表现出那种啥 可能说话 可能说话的话 就是分配会高一点 但是 但是我也没有说的 很难听的话呀 他有心欢了吗 老师尝试是不是啊 我有推翻歌吗 我没有推翻歌呀 哥哥姐姐们 我没有推翻歌呀 得到了 就不新鲜了 所以凡哥要生气 凡哥不是这样子的人 哥哥姐姐们 凡哥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想凡哥 你们是不是 哥姐们 你们昨天看我们直播的 你们是不是都认为凡哥生气了 是不是都能看得出凡哥生气了 我也觉得凡哥可能生气了 但是我又想一下 凡哥可能也没有生气 所以我想凡哥 他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人 是不是哥姐们 我真的够饭了 是不是 那 那 哥姐们 你们说 你们昨晚看了我们直播的 你们看一下 你们 你们告诉一下我 就是凡哥 他是不是生气了 昨天看我们直播的 凡哥 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凡哥是不是生气了 生气了吗 真的生气了吗 确实是生气了吗 我觉得应该 凡哥应该应该没有生气吧 他虽然没有接电话 挂到电话 可是后来他有 回 用微信回我一个说 到了 他说他到家了 我打他电话的时候 他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他 再开车 然后就给我挂掉了呢 昨天晚上他高兴的给我买花 这样太过分了是吧 那哥哥姐姐们 我现在怎么办吗 那我知道了 你们都说是反哥 是生气了的话 那我知道了 就是我的错 我真的知道了 不要太诚实就行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给他道歉吗 可是我真的知道错了 所以我还刻意 因为昨天晚上 昨晚上反哥不是说 想吃羊肚菌吗 然后 因为闹这一出 然后他没有吃成就走了吗 我本来想的是 等我下了直播 给他包点羊肚菌汤 结果 结果他就这么就 直接把直播关了 直接就走掉了 所以没有吃成吗 所以我现在刻意 给他包了羊肚菌汤 错了就去认错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刻意 给他包了羊肚菌汤 然后 还一直在等他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 可是我刚刚又打了他 电话他也不接了 你认错吗 那要认错的话 我现在该怎么认错 哥哥姐姐吗 我现在打他电话他不接呀 我现在打他电话他不接呀 再打是吧 真的不接呀 你们看到吗 凡哥凡哥 我现在电话都是凡哥 他真的不接呀 哥哥姐姐吗 他不接呀 喂 怎么了 什么事 你今天不上来了吗 我今天有点忙哎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啊 哎呀 生气就生气呗 对不对 昨天晚上的事了 你到现在还在生气吗 不要生气了吗 哎我错了 我现在没空啊 一会儿就说吧 我先给你挂了啊 你在干嘛 哎呀我错了 你不会又开着直播吧 没有 你在干什么 哦不是在等你呢吗 你也会等我的吗 我还为 我还为 我还为为止都是 大相思 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哎呀哪里有吗 你这话说的 是我的错 我昨天晚上 我不应该那样子发脾气的 本来你都是为了我好的 是不是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今天不来了吗 你知道我很忙的 我昨天特意从程度赶回来的 可是 我以为可以开心看到你 我还给你买了一束花 可是你花也没收 我不是呀 我收了呀 只是 只是后来花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今天早上 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花没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 我没有 根本就不喜欢 我哪儿花 你根本就没有第一时间收过去 从来没有 没有啊我收了呀 收了那花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这就没有了 说明说你根本就不在意吗 哎我没有 那不是 你昨天在在竹竹的时候 你还说你喜欢 对呀 你喜欢 那不是因为的吗 不是花呢 那不是 那不是因为你生气了吗 然后你走了吗 然后就就着急吗 然后 然后就没有收起来吗 对不对 那你又是这样子 他没有 我给你解释一下 那花现在突然就没有了 我也很着急的呀 而且还花了那么多钱 是不是 花多少钱 没有关系 这是我的心意 你懂不懂 可是我只能把它弄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 你知道我昨天 我这几天都是 前两天我刚到城的时候 我是三点多就起来了 第二天开始 我都是四点多就起来了 我忙到一整天晚上 我去找你的时候 我从成都开过来 要是开四五个小时 我到山山 我在你家门口 我在宿舍门口 我在宿舍门口 哎呀那我错了吗 可是我现在我也 我在宿舍门口还等你等了那么久 我也很 我也很着急啊 我也很着急啊 你以后就不要瞒了 你以后就不要瞒了 你昨晚就不知道 你昨晚就根本就不管吗 就扔掉了吧 不是我扔掉了 我没有扔掉 我昨晚上没有不管 昨晚上你不是生气走了吗 我就不要着急 我还不要走吗 我住在那边 因为开着直播 那你就是真的生气了吧 开着直播你在旁边骂我 我对着一千多个人 哎呀 你对着一千多个人 你在旁边骂我 我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不能去说你去骂你去骂你 哎呀 梵哥 我把直播关了我走了 梵哥 我没有电子啊 我也要脸啊 啊 我哪有骂你了 我没有骂你啊 对不对 哎我知道错了嘛 不说不说了 我很忙 先这样子了 啊 拜拜 啊我都认错了 是我的错 拜拜 挂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完了哥你们怎么办 这就叫撒娇了吗 可是没用了呀 我都 我哥姐们我都已经很精力了 可是他 可是我这怎么办吗 性格我什么都好性格要收你了 是不是去吃饭吗 可是如果说凡哥现在都还没有吃呢 我是不是要等他一下本来就让他生气了 对不对 而且哥姐们都说了本来就是我的错 是不是 是吧 你们都说了本来就是我的错 所以我听大家的 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自己 我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 那我就给他 嗯 我就给他认错了嘛 是不是啊 可是 我已经认错了 但是我又怕他 他 他并不是 并不是在忙 而是还在生气呢 如果说他还在生气 还没有吃饭怎么办呢 啊 是不是啊 哥哥姐姐吗 在打吗 可是我也不能一直说他生气了呀 我一直说他生气了那就不好了 对吧 对吧 而且凡哥应该也没有生气吧 但是的话哥姐们你们又全部都在说凡哥 神气了神气了都怪我 所以我就那个啥 嗯 肯定生气了是不是再打吗 保鲜器 你还卖吗 我没有煮鸡汤 我没有去那个啥 我这边没有鸡 我妈妈家才有喂 才喂了鸡 再打是不是 再打吗 哥姐姐